刚好今天把种在花盆里的老姜和姜黄都挖出来了 做一下黑糖姜片 我这次试看看 除了老姜之外也用姜黄来制作 然后材料就是姜跟黑糖 姜跟糖的比例大概就是2比1 今天老姜大概有600克 姜黄300克 黑糖就是以300克跟150克 这也是我第一次试着做黑糖姜片 现在网路很方便 看了很多做法 选了一个最 应该算是最简单 制作一下 看会不会成功 先把姜片放进去 因为那个姜应该是有点水分 用干锅炒一下 它融化之后不会水分这么高 姜片稍微炒一下之后 我们把黑糖300克直接倒进来 用小火 你只要搅拌哦 不然糖会烧掉 黑糖都融化了 我们小火继续熬这个姜片 黑糖老姜在熬的时候 我们来切姜黄 然后一碗我也是这样子 直着切 把纤维都很好切断 香王 网路上比较少看到有人用姜黄做 但是因为我姜黄真的重很多 我 师傅让它去化一下 大概熬了十分钟 姜里面的水分被煮出来了 姜有稍微变小片 小火慢慢让姜片 吸满黑糖蜜 然后也会把水分逼出来 水分也慢慢煮出来了 看起来超疗愈的 我很好奇这个 糖蜜现在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闻起来有姜跟黑糖的香味 吃一下看看 哦 辣 甜 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 30分钟 看起来还是成功的 这个糖蜜都已经变成丑状 然后你看这个姜片 到糖蜜煮比较干的时候 一片一片稍微剥开 不要让它叠在一起 你看这个锅边已经开始变颜色了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反沙吧 有没有 变得比较白 等到姜片也开始反沙 再把火熄掉 我们应该可以熄火了 那我就把大概已经40分钟了 洗掉之后 它会慢慢冷却 然后我们就还是持续 把姜片一片一片的摊开 这样应该蛋会比较不会黏在一起 有没有看到 冷却之后 黑糖就会慢慢的反沙 颜色也慢慢变 原本红糖的颜色了 都有一层在姜片上 那我们就把它起锅放凉 再装袋 看起来是很成功 成功 吃一个看看 嗯 好吃耶 软Q软Q 哦好辣 嗯 好吃好吃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真的 我都可以做成功了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这一招我觉得真的是 聪 但是 很好 这一招我真的觉得要学起来 就是 刚刚的糖霜全部都黏在锅子上 然后加热的时候 这就是 直接倒地的姜母茶了 吃一个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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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黄还是有同特的那个 辛辣味 反沙的很漂亮 这是薑黄口味的 看起来反沙没有成功 我刚试试了就是 一样有 薑黄的苦丹味 所以可能 嗯 当地试试可能不太适合 但是可以泡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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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